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What's up? 这里是亚当啊 今天我们来到了康乐夜市 作为一个中国人呢 在马来西亚呢 已经待了差不多七年了 而且好巧不巧呢 我的家呢 就住在康乐附近的旁边 所以今天 我带了一百块 看看在康乐附近 可以买到什么东西吃 别话不多说 Let's go 我们第一个买的食物就是这个 它有辣椒粉啊 好像是薯片 薯片串起来的这样子 有辣椒油味还有鸡蛋 一个六块 一个六块可以 拿一个 一杯多少钱啊 5 ringg 5 ringg 你明白中国吗 好 好 好 5块 5块啊 可以可以 可以5块5块 18粒就有点多了 我买小粒的好了 我买小的 又花一个5块 这是自己做的咖喱料 对 味道超好 味道超好 阿公阿嬷薄饼 现包的好吃 那我们买一个现包的吧 走着走着呢 我又发现了一个档口 在马来西亚卖的上海锅铁是什么味道 很多人买应该会很好吃 看他们宣传的 吃锅铁皮桃料多 美味才是关键 等我们出来一下到底美味不美味啊 太多店了 非常非常的诱人啊 然后走一步就想买东西 走一步就想买东西 我刚才把买的东西都给吃了一遍 还不错啊 然后我才发现我才花了三十多块 快来得加把劲了 所以我们继续前进啊继续前进 争取把这个一百块花完 我看到这个老东北 是我们一个东北人 一定要过来试一下 我买一个这个口袋饼啊 我感觉买一个是那种烤肠啊 也感觉会蛮好吃 一下子 对四个都拿一个吧 我们这个是炒果条 炒果条 炒牌就是开心就好 对 看这个地址开心就好 炒果条 谢谢你 感谢感谢 啊 啊对一杯 多少钱啊 三块啊 可以 车轮饼 其实我没有吃过车轮饼啊 但是看到这个排队的人很傻 估计就很好吃 所以我们过来排一下队 但正好借这个排队的时候啊 我可以去吃一下之前的东西 鸡肉串啊 哇这个好吃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它的表皮是脆的 它有点焦的感觉 然后呢它里面呢 会有一些脂肪 然后咬下去的时候 那个脂肪就会爆开 这个很推荐 这个很甜 然后很清凉 谢谢 啊到了到了掉了 就是这个 毛毛咸蛋超人 我还有这个散工的奥特曼 哇这个排队人很多耶 慢慢排耶 20块可餐三样 Can mix 3 要大的 将近9点了 然后其实哦 反而它的人潮哦 其实是越来越多了 还是大家马来西亚的年轻人 都是夜猫子 那他们只是呃 越晚就出来出来行动这样 等我们现在把这五块钱花完 我们就可以坐下来吃东西了 后来后来后来 我找到了 就是你了 地瓜球五块钱 谢谢 很熟 seriously 来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摄影小姐姐 啊她叫眼尾啊 我现在拿在手上 它里面是稍微有点软的 我觉得应该会很好吃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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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铜锅沙发 拳马第一家毛毛咸蛋超人 咸蛋分非常够 而且它很脆 因为那家店排队的真的很多 好 我们再试一个这个菇 菇啊 它炸到感觉一点水分都没有了 然后它咬下去的时候 还有那个菇的口感 然后再试一个这个收冻啊 排名的话应该是 收冻应该会第一啦 收冻第一 然后是鸡肉 然后是在那个爆骨 你只要度一下它是先出来的是午餐肉的味道 然后是那个榨菜的咸味 会感觉还行啦 火条的话很软 给的肉的料好像很足啊 就是那个小的叫蛤蜊的东西 然后你咬下去的时候它是那种满满的肉的口感 OK 说个题外话 那这一趟下来呢 其实路程中我看到超多超多的美女 然后他们每个人都穿着真理裤 我们每一个全世界的男人 向发明真理裤的那个发明家 送上最崇高的敬礼 Thank you 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100块钱的一个美食挑战的话 请别忘了按一个like 别忘了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我们再见 好吧 拜拜